我認為年輕人想創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認為他們應該要只專注在用戶上面 然後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因為很多人創業會認為 一個很棒的辦公室很重要 然後大家怎麼分工頭銜很重要 你是CEO還是我是CEO 我認為一開始這些東西都不是重點 然後你的用戶才是你的重點 然後先把這件事情做好再談其他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是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 就是不要害怕恐懼 不要害怕你可能會失敗的可能性 那無所不用其極地去祈求所有的資源 那不明不休達到你要的一個目的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有一個不要臉的一個心情 然後去達到這樣子 那如果要我分享的話我覺得 隨時學習跟挑戰 隨時地去挑戰所有新的議題 那因為隨時隨地做新的議題進來 今天跟明天或是這個月跟下個月出議的議題都會不一樣 都要心裡準備去樂觀地面對所有的新挑戰 我認為未來頂修的時候要具備特質最重要一點就是使命感 對 那英文其實就是叫calling 就是你認為什麼東西在呼喚著你 克服一切的所有創業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然後讓你走到終點 因為創業會從第一天開始會帶給你無比想像的壓力跟挫折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只是為了for fun 你只是覺得跟一群朋友在一起工作很有趣 那你一定無法往前走 對 那任何時間點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麼 你可能都可能停下來 對 所以我認為使命感是最重要的 其實對我來說應該是你要有隨時適應環境的變動力 對 適應力這樣子 因為其實大環境一直不斷地在變動 不管是產品面 甚至是整個人員的組成 每個年輕人的心態 員工的心態 或者是對創投他們看題目的不同 其實都是我們要隨時隨地去適應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的適應 還有例如說我們隨時也有可能回到原點的適應等等 所以適應力就很像變色龍一樣 要因應環境的變化 我們要一直不斷地去適應它 我要講的是同理心 捨身處地地去理解 以及解決所有面對的新挑戰